把Fonegab的东西再包进来 所以这些东西主要怎么讲 这是我一个自己的构想 因为我为什么会纳这些进来 就是你要怎么样让开发更加的又快 然后又感觉又专业 就没有办法 你还是必须要用外部的各种方法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会有几个 其实这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地标 也可以跳到那个地标的标示 就是说可以用地图的方式来跑 然后呢你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是一个清单 这边是一个打标记 另外的话呢它会list上面再打标记 我好像还是有点跑的有点慢慢的 这边是网路的关系 另外的话也可以怎么样 再打标记上去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怎么样 用list的清单可以把它list出来 那这个地图上面都可以接紧 或者是切换其他的那个地图模式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打卡 那打卡这个范例里面又又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如何建 database 也就是说你这个打卡资料 会放在那个内部的那个database里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就是对这个sample 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范例里面 我已经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去到云端上面去抓 云端上面有一个档案 就是叫做扑里的 扑里的 扑里 有没有 Foodmap 那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当录下解压说 它是一个网站 实际上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去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 我稍微介绍一下 大概把刚刚的重要的功能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如果你不想要 从头到尾慢慢看 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载入这个 这个app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停留一段时间 的那个效果出现 这个效果的话 有点像 我再切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有点像 你打开之后 它会有一个 类似像封面 它会停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效果 怎么做出来的呢 基本上呢 你们可以在那个 打开这个网站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 叫做 config.xml 这好像还是会 需要吃那个 这个CPU硬体资源 所以跑的 还是没有很顺 会跳出一个那个 封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网站里面的这个 有一个叫 config.xml 里面呢 你可以去修改里面的 相关的图档位 比如说 这边相关的讯息 上面都有 那版本啦 等等的 可以从这边 那里面的话 会跟你要一张 封面的图 这边有个png 所以这边png 有没有 你可以把这些图 路径稍微修改一下 那这个地方 就是封面的这个图 那第二个是说呢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 起个png